您好,我是老春 今天呢,我们开始正式的画一个小景画 这个系列呢,是最近刚刚录制完成的 小景画呢,就是其实呢,在国画里边呢 都叫山水画 我把这个比较小幅的这种山水画呢 画面比较简单的,不太复杂的这些 我呢,给它通通的称为这个小景画 这样呢,比较便于理解 那么我们从今天呢,就开始画了 第一幅画呢 我现在用这个,一只比较大的这个 引好笔 开始画一个这个图坡 然后上面有几个房子 然后这个 前面呢,有几条小船 就这么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画面 现在用这个笔呢,笔尖先吸的清水 然后沾的浓墨 用测风画出来呢 啊,它有一些这个 这个墨色的 从深到浅的这么一个过渡 渐变的这么一个变化 不要一下给它染成一个死嘎的 尽快死黑就不好看了 要有一些变化 这个墨呢,这个水分比较大 所以它那个,上面这个墨它有一个阴开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要稍微等一等 再画这个树和房子 看它那个墨算了,阴到一定程度 用一只比较细的笔 画这个树和房子 因为咱们这个 这个画面呢,比较小 不能用太大的笔 太大的笔呢,画出来的 很粗壮 不秀气 我现在呢,先画几棵树 这个墨呢,用比较浓一些的墨 因为过一会儿呢,我们要在上面呢,点染一些颜色 前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个 学画小景画呢,发布了二十多集 反响比较强烈 我现在有不少这个成年人呢,想来学这个国画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 嗯,现在而且我们也开办了这个网上的直播课 完全是免费的 如果想听课呢,可以加微信 老纯三个八 就可以免费 收看 现在这个 这个画树呢 可能有些 朋友呢,觉得一下子 画不好 这个不要 不用太着急 因为学习嘛,它总归是要有一个过程 嗯,现在我 教大家画这个,这种小景画呢 嗯,虽然是 面对的是很多是初学的朋友 但是我那个树呢 我也不能画的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呢 嗯 可能对一些朋友的学习呢 会有一些误导 可能会 就它就会认为国画就画的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它或者会 有一些误解就 就不太好了 所以呢 嗯,虽然是 画面比较简单 但具体到 嗯,一些细节的时候呢 还不能太省略 现在画几个房子 这房子呢 这个因为以线条为主 所以一定这个笔尖的一定要利索 笔可以干一点 不要太湿 太湿呢 线条保不住 它就已经开了 不说什么 不能太湿了 再发展一下 能不能太放弄? 你们又要 relationships 这回事呢 很不错 就是 这个 专门 有 一 这个勾线的时候呢,一般这个笔呢,干一点,没关系 现在画几个飞鸟 这个飞鸟呢,因为它这个比较远,所以画起来很简单,这个应该谁都可以画,就像是 说白了就画一个尖,就行 像一个倒写的人字,就可以 这画面上有一些飞鸟呢,它显得比较生动,画面就显得活起来了 这呢,远处画几条小船 很简单的小幅山水画,其实画起来呢,还是挺有情绪的 所以呢,我特别主张这个成人朋友呢,学一学这些国画,它是很有意思 对于这个,业余消遣,这个陶冶这个身心呢,都是很有帮助 而且对这个身体非常有好处 好 好 好